Uvoo 字幕志愿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開運靜靈團》 我今天告訴你 哪些新 kindergarten 大難來時最容易 驚慌是錯 arte 他經PS 10 然後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應 對 他會講 聽起來後 burned 那時候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后遇到的时候 可能别人都知道他的话是什么 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 帮自己和家人天秀的最简单方法 我们使用一个秘法就叫做 狗菊 岩寿法 一个就是狗吉子 狗吉 对 一个就是大家也常常在喝的 也蛮喜欢喝的叫做菊花 菊花 润头 润头 因为狗吉它是一个环老反腾的零药 那么菊花它又叫做严寿花 所以常常喝菊花的话 它可以让你身心无厌 因为它可以排除你身体上的一个晦气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日子是在 哪些手印象特征的人 注定能够风凶化吉呢 那这种就个性比较急 也是一样 喜欢惹事情多是可以像这种长相的 所以不可以这样 那我们看这几天那个牌伤 就是死亡的牌伤 注意看到眼睛 就是有点露出来 准备好此为命盘 看你是不是能够带给大家好运的福星 还有2005上半年 要小心健康的星座大公开 不要错过了 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他真的非常特别 搞不好在节目里面呢 跟大家也可以这个 好好的开运一下 让我们的人生观呢 可以更豁达 欢迎我们的横淑法师 好 横淑法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当然这边还是问一下 这个横淑法师 最近在忙些什么事情 我最近还是在充实自己比较多 我认为呢 这修持比较重要 红法的要看姻缘 有姻缘呢 就在电视上随缘说法 如果要正式的公开说法的话 可能是应该最理想是在我60岁的时候 比较适合 充实是所谓都要看经文 还是打坐 还是要帮人家超度什么之类的吗 我很少做超度的法会 因为我也没有把握能不能把他们超到西方 我自己都千万超 OK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横淑法师的这一阵子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 然后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莫过无意间收了十二斤猜的这个女弟子 那现场就来了一位 你看这位非常非常杰出的精算师 精算师 另外荣耀是说比较这个伤感的呢 就是我遗失了一只科技犬 对 狗狗不见了 所以有句话说啊 莫为猫狗生命界 也在六道轮回中 因为相处了一段时间呢 就把她当狗女儿嘛 还好呢 这个狗女儿的感情并不是很深 要是把我那个狗儿子张小黑掉了 那我就死去活来了 所以你看其实在这过年当中 就是整个在2014年 有开心也有不愉快 但我们知道这一阵子 尤其是在这个去年2004年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遇到这个东南亚的一个大浩劫 尤其是这个大海海啸 这个死伤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差不多十几万人 这个造成很多的家庭的支离破碎 这个事件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台商就在这个普吉岛罹难了 那这个同时呢 因为她的这个子女要去那个认识嘛 可是在这么众多的这个尸体当中 这个遗体当中要去寻找怎么找 对不对 大家就想说这么多 然后后来呢 她就是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一些感应就说 好像她爸爸在叫她 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 所以她就觉得认定说 因为她爸爸就在这附近就开始找 果然她爸爸就是在这附近的一具这个遗体中 她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 这个她爸爸突然就是流出这个血水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亲子跟亲子之间的一些那种心灵的感应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 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有 两年前我妈过世的时候 我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我们从台北赶回家 那是已经是她走后四个小时的事情了 那我跟我弟弟还有妈妈的小孙子回去 我们在家待了一个礼拜 那到头七那一天 我们一大早帮妈妈做完头七 我们又回台北来上班了嘛 就要等到妈妈出病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 可是隔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后 我们再回去就是为妈妈出病的时候 一回到家里才上完香 那个我妹妹就跟我讲 因为妈妈是 她的遗体是放在家里面 我们租了一个大冰箱 放在那个地方 其实冰了十几天 她整个身体都已经结冰了 我妹妹就来跟我讲 二姐你去看好奇怪 妈妈的鼻子流血 流了两条冰柱的血 我跑过去看真的耶 那时候我们请了一个法师 他就说他看到亲人了 我说不对啊 妈妈回来 妈妈刚往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回来了 是 他说以这种来说的话 他在七天之内 他并不晓得他自己已经往生了 他一定要等过七天之后 他才知道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他看到亲人回来来看他 他很难过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反应出来 像那时候千岛湖事件 也是有这种情形 所以台湾的亲人去找他的时候 突然间他是七孔流血 除了两个鼻 鼻子会流血 然后七窍全部都流血 所以这种 属于这种横死的人 比较会有七窍流血的现象 一般来讲的话 他走了之后看到他的 他是安想离开的话 碰到他亲人来看他的话 他会有这种感应出来 那想问一下 你曾经有遇过那种 让你心惊胆跳的一些 不好的事情吗 有过 那是在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已经进到修行的这个 非常精进的状态 有一天晚上我在内活的时候 做完法会回去 我拿了一个公事包 里面都是金书 然后我自己开车 一下车门的时候 来了两个歹徒 一个人就把我的手 我都弯到后面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把我的一把刀 就架在我的脖子上 那么架我脖子的那个人 就赶紧把我的公事包抢回来 一看好重啊 对 不得了 里面一定很多黄金美钞 其实都是什么大藏经 地藏经 都是这些经典 另外就是 另外一个人就拿了我的刀 就开始摸我的脖子 我看有没有什么金链 手链什么之类的 有钱可以 对对对 所以他摸了半天摸不到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这儿呢 有一个劳力士手表 五十几万 怎么样 够了吧 然后他傻眼吧 他把那个 我就自己把那个表借给他 够了吗 借给你 结果完了 他拿了我的手表 拿了这个公事包 两个人表面的就跑掉了 那时候给我的感觉 这个钱财奶 身外之物 所以你知道吗 真的每次很多人 如果碰到一些 这个灾难的时候 就大家不知道 可不可以那个处变不惊 然后这个定下心来 然后冷静中求生存 问一下这个 我们的横竖法师 如果说你真的碰到那种 真的突然来的一些这个事情 你可以安静吗 还是说冷静起来 我觉得要保持镇静 对 我看那个是骗人的 那不可能 对啊 一定会金光运动 什么之类的 求生的本能 我记得在921地震的那一次 那天晚上 我突然间被震醒 被震醒之后 突然电灯黑了 电灯黑了 我就跌跌撞撞 就往这个佛的这个 金色的这个大厅走过去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飞翁 是我母亲请给我的 我就喊 安娜 安娜 所以安娜也叫我法师 法师 然后我们俩就拥抱在一起 然后越摇越大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我的飞翁这样 We're going to die 我们要火 然后那个飞翁就很本能 就往那个药师佛的桌子底下去钻 我说no no no use no use Don't move don't move 没有用不要动 就不要用不要动 不要动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不要动不要动 但是但是那个叫 就不是啊 叫得很惨 本来应该是啊 弥陀佛 啊 弥陀佛 我跟你说 来不及 那个弥陀佛都叫不出来 真的喔 当下 所以问一下这个唐老师 我们从星座来看一下 什么样星座人这个大难来时呢 它是最惊慌失措 看我有没有上吗 好像我很惊慌失措 那我们知道法师是双鱼座啦 法师是双鱼座 是是是 那我们就来看看 老师有没有上吧 会不会惊慌失措 好 第五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巨蟹座 其实巨蟹座会有点惊慌失措 而且呢 巨蟹座常常会觉得 难 大难就是人生的 一种过程 有时候巨蟹会比较用这种 好像有点佛家的想法去想事情 然后他也会觉得 人生本来就是很无常嘛 本来就是有苦 有悲 有乐 也有欢喜 是 所以高兴的事情经历过 当然难过的事也会有 那为什么他会惊慌失措呢 他会有点难过 因为他觉得 有些什么快要改变了 有些什么快要失去了 所以他会很紧张 对 可是如果真的让他失去了 他反而就不紧张了 而是快要知道要失去的前一刻 他会很伤感 是 他会比较悲观 了解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名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李老师明明在这里 摩羯座 当然来时 他为什么会惊慌失措呢 因为他其实很想要去控制他的人生 他对于这种不能控制的事情 他会觉得 无奈 很无奈 对 然后他既然他想控制 他就会找各种方法 然后或者是如果他找不到各种方法的话 他就会往最坏的地方想 完了 糟了 那之后就会有连锁效应 摩羯的想象力只用在这个地方 就开始幻想某些剧情 OK 第三名呢 这个大难来时会惊慌失措的 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 处女座 好 其实处女座也是属于 之前紧张的那一种 因为处女座太要面子了 像巨蟹 摩羯 他们会接受那件事情的到来 对 所以他在等待 等待的过程中很害怕 可是处女他会想反抗这件事情的到来 比如说大难快来 我不相信 所以你知道 假设有人要来拆他的房子 处女座很可能是带头要去抗议的那一个 你觉得他好像很勇敢 可是我觉得他是很惊慌 是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 摄手座 飞鸽摄手座 对 他是一个紧张兮兮的人 真的吗 真的 飞鸽是摄手座 他摄手座 他有曾经惊慌失措过吗 在你面前 真的 其实很多摄手座随时处于警觉状态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很轻易就得到的 人生有太多的那种突然 突如其来 摄手座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有一些摄手他会很自在的原因是 他觉得今天过得很好就好了 谁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 他是活在当下 对 真的让他遇到大难的时候 他脑子里只有浮现一个想法 完了 真的发生了 对 因为他已经很好准备 那该怎么办 对 那因为他准备太多了 就好像六法全书他每一条都备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用哪一条 他反而拿不出主意来了 你知道 因为状况又不一样 对 他做了太多准备 以至于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所以意思在那边就是要跟所有人 这个摄手座讲说 不要准备太充足 最容易紧张的是谁 或惊慌失措的是谁 你一定想不到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狮子座 狮子座 对 因为狮子座马上就傻住 他就是呆掉 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 对 他会讲 跟你讲 那个时候就应该怎么样 然后遇到的时候 可能别人都照他的画作 只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地震要往门口跑出去 到空旷的地方 地震可能马上就往桌子底下钻 哪里说不准去的 他可能脑海里只记得 那个不准去的桌子底下 那就是桌子底下了 好 很多狮子座 会在危急的紧要关头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他脑袋一片空白 OK 好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这一次的东南亚的一些大海啸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出现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在看电视 就有记者讲到说 有一家人 其实这一家人不晓得他是喜 还是 不晓得他是衰 还是幸运 那为什么这个新闻事件是这样 因为这一家人呢 原本是定居在这个美国 可是就遇到了 正巧遇到这个911的事件 而且这个世贸大楼 这样在崩塌的时候 他们家住的地方正好在附近 就觉得完蛋了 这一家人觉得完蛋了 这个美国真的怎么住得下去 好 那我们来移居好了 我们移居到这个香港去 那香港完之后 怪了 遇到这个被SARS 而且呢还住 他们的居住地方还在哪 还是那个什么花园大楼的 附近 你是在那个附近 好了 想说 这连续这个911 然后这个SARS都被这一家人碰到 他们想说好吧 那我们今年好好过一个年好了 想说跨年去哪儿跨呢 到普吉岛去跨 没想到碰到的这个大海啸 怪的 这一家人去到哪儿都碰到 所有世界瞩目的大新闻 那我们最后应该建议他 伊拉克 所以反观来讲 其实他们算是一种逢凶化吉 对 问一下我们的黄老师 从手面下来看一下 什么样子的面相 有会命中注定 他可以逢凶化吉 但是这种有一个要除来的 就是叫做周天韵 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周天韵呢 飞机掉下来 飞机三百多人掉下来 三百多人全部死了 但是三百多人 你们一定有些长相长得很好 有些可能长得真的是 该死也不一定 但是这时候我们这是周天韵 我们就不论这个 不论周天韵就对 但是有种要论 例如说我刚好有急事 我这辆飞机我没有搭上 它就是遇难成乡了 它就是逢凶化吉 它没有上了这个飞机 我们前几天就电视上看到 我们台湾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叫林毅寺 他本来前一天订了普吉岛的 就是要去出发 订了那间旅馆 结果那旅馆客满他没有去 他慢了一天去 发生了 结果那旅馆整个都 以为平定 全部没有了 他好赶在 他就这个好运 所以这个叫做逢凶化吉 真的逢凶化吉 他就是没有去 就是因为客满他没有去 结果他就救了一命 他的长相 那我在电视上看到 他就是我现在属上的第一项 耳朵大又厚 他就是我看 就是这个长相嘛 耳朵大大的 我们讲说问福气 在人像学来讲 看福气就是看耳朵 看平安就是看耳朵 耳朵大的人他很镇定 我们讲的 处便不经 他自然而然就是遇到这个事情 就会没有事情 看一下第二个 哪种长相可以逢凶化吉 就是眉毛已经长了 毫毛或者瘦毛出来的 什么 这个我这边有一张图 就是我眉毛里面 这个尤其男生比较会 女生比较不会长这个毛 对 男生会长这个毛 长出来的话 他通常也是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磁眉善目 我们说一个人 为什么能够逢凶化吉 常常是他修心养性 做善事 那么修心养做善事 他通常这种 就会长出来了 也就是说他命运中 自然冥冥之中 他就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说法 他这种比较怕死 所以这种长寿 他怕死 怕死就不会出事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手掌 手掌如果很红润 又是很软 软如棉的人 他只要遇到灾难的时候 他可以处理得很好 很好玩 现在摸摸看 我的手像甘柴霸一样 也还好 就是比较结实 我们在人像学里 女孩子的手像好药 叫做硬如姜 姜就是 这个姜 就我刚刚讲的结实感 其实姜也不要真的像姜 意思就是有点要硬硬的感觉 硬如柴 是吧 对 姜 就是我们讲吃的老姜 那我们今天因为不是那个主题 我们是讲说风胸化期 这个时候手软的人 反而他比较遇到困难 他有那种服气可以淘掉 所以主题不一样 好命的话 那种食材是好命的 你开始来讲 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项 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项 第四项就是法际线要整齐 什么叫法际线呢 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这条线 要整齐的才是好的 比较不会遇到这些灾难 我们已经看不出来 如果不整齐 就是说唐老师 我刚刚讲过 唐老师就有点不整齐 唐老师我也不整齐 那么你也算不整齐 所以你们好奇 遇到事情好玩 接上有什么事 人家急在一起 你赶快过去看 过去看也许没事 但是也许就发生事情 就是这样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项 就是眼睛不要凸出来 或者光露出来 我们叫露睛 眼睛睛露出来的 或者鼻孔不要痒的 那这种就个性比较急 也是一样 喜欢惹事情多是非 像这种长相的 所以不可以这样 那我们看这几天 那个台商 就是死亡的台商 注意看他眼睛 就是有点露出来 那当然他的死亡过程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但是很可能 他就觉得好玩 还是好奇 还是刺激 什么事情蛮刺激的 也许这种事情 在这种大灾难 发生的时候 常常就是害一个人 平安镇定的一个 关键的时刻 好 在这边 还是要继续问一下 我们的横鼠法师 你有曾经听过 就是为自己的 父母添寿的方法吗 我的父亲今年85岁 是 他还在打Tennis 我母亲今年78岁 打八圈麻将还叫短命头 所以说他如果是叫我腳 我就要踏腳 所以那个是很好 动动脑也是一种运动 这个头脑的运动 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 就尽量让他很开心 很自在 吃好的 穿好的 当然儿女间要付出 这个关爱很重要 孝顺 所以我白天在金色 像上班一样 我晚上回家 就陪我老母睡觉 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徒弟讲 第一个要修的就是 大孝尊亲 这个才最重要 所以这是一个天寿的 另类方法 对不对 而且是非常每个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然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天寿大法要怎么做 问一下李老师好了 从我们的奇门顿甲 开玉术就可以知道说 怎么帮我们自己的父母 来这个天寿一下 我们今天的奇门顿甲 开玉术要教大家的 就是透过食物的养生 达到这个天寿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食物 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养生 那我们使用的密法 就叫做狗 狗菊 颜兽法 一个就是狗极籽 枸杞 对 对 就是狗极籽 枸杞 对 一个就是大家也常常在喝的 也蛮喜欢喝的叫做菊花 菊花 润喉 因为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医书 叫做本草纲目 它上面就说得很清楚了 它说狗极 它是一个环导繁童的灵药 甚至于本草纲目也说得很清楚 它也是男人的一个壮扬的 非常有效果的药 所以上面有说 离家千里 不食狗极 所以男人 离家千里 不要吃这个 因为它效果实在是太强了 对 那么菊花它又叫做严寿花 所以常常喝菊花的话 它可以让你生清如燕 因为它可以排除你身体上的一个晦气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日子是在原月15号 所以我们事先先把这两种食物给准备好 在15号的这一天就是叙使 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 我们就是先往西北方 纳完集气回来之后 开始泡 开始泡 泡就喝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只是帮这个家里的父母亲添寿 然后自己也可以养生 对 也可以养生 所以带着父母亲一起去纳集气回来 所以你从此每一天都可以泡这种茶 给父母亲喝 好 那第二个日子 如果第一次你没有赶上的话 第二个日子是在1月的27号 时辰也是在晚上的7点到9点 极方位是正北方 所以把这个食物准备好之后 我们在这个时辰当中 正北方纳完集气回来 就跟父母亲一起喝 那么最好是每一天喝 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常常看到那个电视上里面 这个求生意志很强的人 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 就天灾人祸 哪是赌场 我们之前就看到那个921 有些人他求生意志就很强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大海啸 有一个妹妹有没有 就挂在树上里面 他妈妈救他 直接挂在树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等待 他也不惊慌 也不失踪 他知道他有个信念说 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会来救我 所以其实这个 每个人遇到事情时 那种求生意志到底强不强 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了 怎么样星座的人 这个到底求生意志最强的 是哪几个星座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每个人的太阳火星 这两颗星到底落在哪里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被对号入座了 好 第五名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巨蟹座 巨蟹座为自己不见得很勇敢 但是如果为了家人 他绝对很勇敢 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灾难的现场 是 妈妈只要跟小孩有关的事情 她忽然间那个力气就来了 就来了 那个力大无比 那个完全是从潜意识发展出来的 在日本就有一个案例 有个小孩 有个妈妈她到楼下买个东西 在日本 然后她就看到她的小孩 在那个窗台上玩 然后就这样好像快要掉下来 她发现她小孩要掉下来 她就从她看到的地方冲过去接住了 这是个奇迹 因为他们后来 他们发现那个距离还蛮长的 真的 他们就找了那个白米赛跑的高手 你跑跑看 就这样跑跑看 没有办法 那些人都接不住 可是妈妈接住了 因为就是在那一刹那 就用它激发它所有的潜能 然后冲过去 女人的力气真的很恐怖 对 那巨蟹座就是属于这一种 傅娟 傅娟也是巨蟹座 对 它就可以战胜病魔 它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潜意是真的很可怕的 大家都不晓得 没错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我们玉佩老师的火星在这里 牡羊座 求生意志很强 求生意志很强 首先牡羊座有一种 不知道哪来的天真 他觉得 我不会这么倒霉的 这么倒霉的事 不会掉到我身上 投机心蛮强的 对 真的很多人常常有这种想法 说哪有这么衰 哪有可能 对 所以一定是开玩笑 一定顶过就是受个伤 所以他会 第一个 他自己先撞了自己的胆 然后又把灾难给淡化处理 然后之后 他基本上又是一群人里面的头头 对 比方讲大家一起在雪地里面受困 或什么的 对 牡羊座一定是那个 来 跟我来 其实他要去哪里他也不知道 他就有这种蛮劲和勇气 以及他的肾上腺素 可能分泌得又比较过剩一点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 他就算没有经验 他也可以重新创造 这个乐观和求生意志 是绝对我们比不上的 非常有自信 好 我们来看第三名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我的天蝎座的话 天蝎座其实这个星座的耐力十足 而且它是属于那一种非常能够忍耐 然后而且它的本能很强的 简单讲天蝎座自尊心也很强 我不能输 我就是要当那个英雄 或我要当那个最后终于战胜这个难关 而且它也不喜欢人家担心 它也不喜欢靠人家 所以它会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要好起来 唯有我去面对困难 把它困难解决了 或我自己内在把它转化了 然后我才能很健康地站起来 你越要我死我就越不死 那像这种情况 它如果是人家这样对它 它就是对人 如果是老天爷这样一个灾难给它 它就会去想说 就是老天爷要磨练我的 所以经常呢 一个天蝎座只有自己把自己整死 别人是整不死它的 它求生意志也是来自于 它的本能很强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其实鸡牛座呢 它不是特别反应灵敏的那一种 可是它的身体构造 特别耐操耐磨 而且就是感觉上 假设我们其他人的车 我们都是车子的话 鸡牛座就是吉普车 而且是汉马 像牛一样 对 就是它能够面对各种困难 都去克服它 然后它觉得就是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所以什么求生意志 那种什么求生意志 也不过就是一个 大一点的困难而已 对它来说不是难受 它也不去想那么多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有蟑螂般的生命力的 打不死 打不死这个 很奇怪 太阳火星如果落到了 处女座 这么强 想不到 想不到 乃哥 乃哥 对 对 去乃里乃哥 其实我本来也很想说 法师的双鱼座 生命力也是很强的 可是双鱼座跟处女座 它们是一体两面 双鱼座是无语则刚 所以强 那无语则刚有时候 是要有一点受命运的摆布 可是处女座是 它不是无语则刚 它什么它都想要去拼拼看 它是抱着拼拼看的决心来面对 所以它的求生意志是很表象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绝不服输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一定要求到 它要的东西 它才会罢手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不管用什么管道 它能够忍 忍入的话 你也知道 它有一天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对 所以处女座 它会找方法去求生 所以你会看到 永不放弃这四个字在它身上 对 你看乃哥 它随着不可能举双手 一开始就投降 不可能 它一定会拼到最后一口气 它一定要说出它想说的话 对 它一定要讲完然后从容就意 最后一刻它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 所以求生意志是非常强的 就五个星座的太阳火星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那个刘海若 它是什么样的星座 它是天蝎 它是天蝎 天蝎 它体能很好 它本质非常的好 所以它能够克服 撑这么久 对不对 然后整个又完全康复 好 我们知道说这个 我们的身边如果说一个好福星的话 我们都会很幸运 因为你的好朋友如果这个升官了 搞不好因为你是他好朋友的关系 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升官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紫薇命盘 就是来看看 大家自己的一些紫薇命盘 有没有办法自己成为一个福星 然后可以把这个好运气 带给你旁边做稍微的朋友啦 所以观众朋友 拿出你的紫薇命盘 找出你的命宫在哪里 那我们这里一共有四个组合 那这个福星的角色 是四种不同的类型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叫做投资眼光准 好康道相报 好 我们来看是谁呢 命宫里头只要做到了五曲星 命宫里头 对 嘉谦的命宫是天蝎 好 这个五曲的人 他是一只钱老鼠 他对于赚钱的那种敏锐度 是非常高的 哪里有钱他就往哪里赚 而且五曲人非常的豪爽讲义气 他跟朋友之间又有那种通才之意 他认为这个有钱本来就是要打家赚 所以他常常会报一些名牌 给他的朋友说 现在比较适合投资哪种行业 让大家跟他一样一起获利 那么五曲人他如果当老板 而他的公司有赚钱的话 他也懂得会分红回馈给他的员工 他认为员工其实就是公司的 一个身材器具 有员工他才会有赚钱 所以无曲作命的人 也算是一个朋友的贵人 因为他懂得回馈给别人 这是第一个组合 第二个就是事业上一人得到 金拳升天 这个也很棒的 就刚刚我讲的 你搞不好是他的好朋友 然后他一个人他被升官了 旁边这些朋友跟着一起升官 对… 好 这就是命宫如果有七杀的人 七杀中命的人 现场没有 没有 好 七杀中命的人 他的事业心非常的强 而且他又有冲刺力 其实七杀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历经挫折 自己碰得满头包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 他累积了一些经验 那么他的事业也就跟着成功了 但很难能可贵的是 当他成功之后 他很懂得去提息后进 因为他知道创业维艰 所以他会把他一些失败的 经过挫折的经验 告诉想要创业的后进 另外一个七杀人 一旦他事业成功之后 他会就是说释放他的股权 让他跟他一起奋斗 曾经奋斗过的人 共同来经营 来参与这个事业 所以跟着这样的人 其实是蛮有前途的 这个人很像我 真的 好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跟着我们的法师分 我们就可以一人得到 全部都升天了 OK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贵人 也就是说 警觉性超强 会察觉天灾人祸 第三个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贵人 也就是说 警觉性超强 会察觉天灾人祸 这个厉害 这个是他警觉性 非常地强 敏锐度很高 这就是命工 如果有巨门做命的人 我们也没有 我们都没有 我们敏感度超低 巨门人 他可以说 个性是非常内敛的 平常他是喜怒 不形于色 你很难从他的表情 去看出他现在是大喜 还是大悲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巨门的人 表现好像很冷漠 亲和力好像不够 但是巨门他真的是心细如法 他的细致性相当地高 尤其他做事情小心谨慎 考虑非常非常地周全 举例来讲 今天这个巨门人 如果他去看电影 或是唱卡拉OK 他马上他就会去 先去看逃生梯在哪里 当他一没有安全感 有那种好像忧患意识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想到 我要如何去找一个逃生的地方 所以出门 如果跟着巨门人的话 这些重大灾难的时候 因为他的冷静 其实反而可以带着大家 画过一截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第六感超强 它有预知灾祸的能力 那这不就是那个特异功能吗 有点类似 它跟巨门不一样 巨门是敏锐度 观察力 它就是第六感 就感觉会有 对 那种预知的能力 今天好像去唱歌 好像会出什么事情了 还是不要去吧 就是这种感觉 那是哪一颗心呢 连针作命的人 也没有啦 没有耶 我们在座的人 今天都没中奖 其实连针它有一个绰号 它叫做无鬼心 它的第六感不但超强 而且非常非常的准 对 它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它就有那种预知的能力 可是它绝对不是通灵 尤其廉针人 它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诡诀 令人高深莫测 像它廉针人 对六合彩的那种名牌 它也有预测的能力 可是它自己如果下去签的话 它一定共沽啦 为什么 因为廉针这颗心 它是无关于财 它不是财心的 那也就是因为连针人 它的第六感很强 然后它预知一些灾祸 它常常会把它这种感觉 去提醒它周遭的朋友 对 觉得好像说 打个电话加签 你们这两天 有没有要去哪里 你最好不要去 我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因为这样的提醒 所以朋友们 他们就会提高 心生警惕 提高警觉 所以一些灾难也会因为 这样也化解了 OK 好 这样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谁是福星 如果说你的朋友有中的话 哎呀 黏着它就没错啦 对啦 这边问一下我们的法师 这阵子有没有想要去哪里旅行 或什么之类的 我看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比较喜欢去日本 日本 还有香港 你这里有打算想去吗 因为香港有一个大雨山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 很羞耻的一个地方 我常常会去那边 住个三五天 所以因为我们常常都知道说 这个每个 尤其是到过年期间 或是有假日 大家常常都会想说 这个假期 可以好好出去玩一玩 休息一下 那可能有时候 我们会自己的不小心 或什么的 就是会有一些受伤啦 这个造成自己的伤害 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 我们来做一个 这个我们的开语小偏方 这个如何在旅游中间 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些平安 怎么样去保重自己呢 来问一下黄老师啦 我今天介绍一个是民俗的方法 叫做摸石头的狮子 摸石头的狮子 那先说一下狮子为什么要保平安 先说第一个 我们知道在庙的前面 或者大楼前面有没有摆两只石头的狮子吗 就是它可以正宰避邪 可以化解这个黑暗 这第一个它是 这个狮子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第二个呢 我们说五狮五狮嘛 五狮又是可以迎接喜气 庆祝丰收 第三个最重要就是今天讲到主题 旅游中跑平安 动物它本身有这个本能 好像这次南海的大海啸 你们注意看 都是人的尸体 几乎没有动物的尸体 就是动物它有本能 事情发生它全部先逃走了 先往上上爬 而狮子又是百兽之王嘛 更有这种本能 我们再看一下卢沟桥 卢沟桥的时候听说整个桥 都是石头的狮子 都是狮子 为什么它不用别的 不用龙 不用老虎 用狮子呢 就是因为在过去北京 它要人要出远门 第一站第一天晚上 一定会住到卢沟桥附近 那经过卢沟桥的时候 就经过这些狮子 就让它保平安 出外平安 旅游平安的意思 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要出游 记着你可以到你家 附近的大庙 附近的庙 庙的前面一定有狮子嘛 你去摸它的头 跟摸它的尾巴 头尾平安 让狮子保佑你平安 那通常呢 庙的前面一定是两只狮子 左边是公的 右边是母的 那就一样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摸公的 你要出眼门之前 男的去到摸左边的公的 女的就摸右边的母的 摸一摸 这是一种 男生摸公的母 女生摸母的就对了 对 让他求平安 保平安 那另外我介绍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到庙里面去求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 自己做的话 因为我们究竟 我们不是法师 我们不是道士 我们也许没有这法律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介绍的是民署 就是你一般在农民地也好 报章杂志上面也好 如果看到有这种八卦的图案都可以 把这八卦的图案 因为八卦本身也是在辟邪 求平安的 在旅途上你安安全全的回来的 把它剪下来 就像这样子 剪下来 等于是自己做的一个平安符 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做这个 从这个剪下来之后呢 最好到庙 我们通常就叫 文竹公也可以 新天公 观音庙 对 去过个炉 之后带在身上 然后出去 祈求你的平安 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 非常的在意 当然就可以长命百岁 问一下唐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样新作人 在这个2005上半年的时候 这个健康要小心了 好 来… 那好 第三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天蝎 不 老师要小心 是的 伤风感冒在所难免 然后自己不小心 觉得自己身体强健 然后也觉得感冒没什么 我以前都很快就好 不好意思 这个如果你不保暖的话 恐怕会拖一个月 或一个月以上 造成你自己很大的麻烦或困扰 对 尤其是那个 我们这阵子常常看了很多预言家 有没有 就提醒很多的灾难 例如说什么SARS 又要卷土重来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感冒 要特别的注意 还有天蝎座平常不太头痛的 但是可能上半年很容易头痛 对 可能繁绿焦躁 然后加上他自己可能 没有做好保暖的工作 头痛 感冒 这两个毛病 这阵子感冒头先痛 对 真的要很… 你又不是天蝎座 跟她讲得那么体贴好不好 是的 而且提醒大家 那你当一个月天蝎好 OK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天蝎的朋友 她要小心什么健康的 职业病 职业病 对 因为如果她的工作 假设她的工作是打电脑 对 她要小心手 手 对… 对 对 或者是… 或她常常做的话 她要小心她的坐姿 她的工作如果是劳动的话 她也要小心劳动的过程当中 她用的只是哪个部位 所以要特别注意你们的职业伤害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水瓶座 李老师就小心一点点 老毛病 可能很多水瓶座 老箭桃了对吧 对… 可能很多水瓶座在上半年 它的一些状况如果爆发的话 之前都是无预警的 它可能只是觉得 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 但是应该没什么 可是会有一些纤照出来 比如说好像很容易嘴巴苦苦的 好像很容易哪里就很不舒服 但是好像都不构成 它要停下来 休息下来的一个要素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一个状况 那个是预警吗 那都是预警 你要赶快去保养自己休息 改变你的工作形态 或改变你的人生方向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觉得好像没有关系 什么都可以来 什么我都接受 对 一定要给自己休息一下 所以工作其实蛮需要 这样的一个空间跟时间 没错 好不好 大家小心一点了 不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的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为大家这个开始开始了 祝你们要祝福法师 谢谢 也是三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你们 在二维女舞的上半年 我们的各个星座的贵人运 到底是怎么样了 其实 恋人就是贵人 是谁 是谁 或者是说 你的谈恋爱的对象呢 他对你是 比如说在知识的启迪上 或者是在生活中 他给你的一些帮助 都非常的实质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 及e-titter 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